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怀孕 在怀孕期间 从怀孕20周开始 使用辅煤Q10补充剂 是安全的 然而 哺乳其实使用的安全性 并尚未被确定 因此 在未经医师的评估 需避免在哺乳期间 补充辅煤Q10 2.化疗药 辅煤Q10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进行的一些少量小型研究 由于研究方式与报告数据量的限制 因此 并不清楚是辅煤Q10 还是其他因素效果的益处 并依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结论指出 辅煤Q10可能会 降低化学与放射疗法的有效性 因此 大多数的肿瘤专家 会建议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 避免辅煤Q10的使用 尤其是使用特定相关药物 如卡博 顺博 白肖胺 塞T-Pi 与环林仙胺 以及达卡巴琴等相关药物时 更需谨慎使用 3.降血压药 辅煤Q10可能具有降低血压的效果 因此对于低血压患者 或正在使用降血压药物的人来说 使用时应更加谨慎 其中 降血压相关的药物有 氯砂坦 斜砂坦 塑尿灵 卡托普利 伊纳普利 蒂尔流浊 与氨氯地瓶 以及氢氯塞禽等药物 上述相关药物 需与辅煤Q10同时使用时 应格外谨慎 因此 当有使用相关药物时 在使用辅煤Q10之前 应咨询医生 确保现有药物 不会与辅煤Q10产生不良的交互作用 并也需适时监测血压水平 4.手术 辅煤Q10可能在手术期间 与手术后影响血压的控制 因此 在手术前两周 需停止使用辅煤Q10 避免在手术过程中 以及手术后 可能出现血压控制上的问题 5.抗凝血药 由于辅煤Q10有助于凝血 因此 与抗凝血药物同时使用时 可能会降低药物的效果 并提高血栓的风险 此外 辅煤Q10也可能会与降血压 糖尿病 胰岛素 抗忧郁 以及化疗等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当抗凝血药与辅煤Q10必须同时使用时 应时常进行凝血时间的测试与评估 尤其是在使用辅煤Q10的前两周内 并且在同时使用之前 需先请咨询医师 避免与药物的交互作用 6.睡前 辅煤Q10可能具有提神的作用 因此在睡前摄取可能会有失眠的情形 所以建议最好在早上或下午之前 服用辅煤Q10避免影响睡眠 7.糖尿病患者 辅煤Q10可能会降低血糖水平 因此当糖尿病患者使用时 需密切监控血糖水平或完全避免使用 8.他听类药物 HMG-CoA还原酶抑制剂 是属于一种催化生物化学反应酶 对于胆固醇与辅煤Q10的生物合成途径 具有共同的作用 并且他听类药物 也是广泛用在降低胆固醇的药物 且能够抑制HMG-CoA还原酶 因此容易会减少内源性辅煤Q10的合成 其中HMG-CoA还原酶抑制剂 相关的药物包括辛法他听、洛法他听、洛卡特普与普拉法他听 以及阿托法他听等药物 并且他听类药物也已被证实会降低循环中 辅煤Q10的浓度 由于脂蛋白与辅煤Q10会一起循环 所以血浆中的辅煤Q10浓度会受循环之中的脂质所影响 因此会使辅煤Q10的浓度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他听类药物降低循环脂质的浓度 而非抑制辅煤Q10的合成而导致 目前也较少血液以外 组织中辅煤Q10浓度的研究 所以他听类药物的疗法 对于体内组织中辅煤Q10浓度影响的程度 也还并不清楚 也并无较为有利的证据显示 激发性辅煤Q10的缺乏 会引起他听类药物治疗患者 出现肌肉症状的情形 因此摄取辅煤Q10 对他听类药物治疗 导致肌肉疼痛的症状 可能并无效果 9.长期服用药物 需长时间服用药物 建议在用药后两小时 再摄取辅煤Q10 避免药物与辅煤Q10产生交互作用 并且在决定摄取辅煤Q10前 也请先咨询医师 并在医师的指导下摄取与服用 辅煤Q10一般情形下是非常安全的 但可能会降低抗凝血药物的作用 人体虽然也可自行产生辅煤Q10 但在服用他听类药物后 可能会降低循环辅煤Q10的浓度 并在一些情况下 如15岁以下孩童 即怀孕 汉哺乳其的女性 与使用β受体节抗剂 抗凝血 抗忧郁 与甲状腺 以及降胆固醇等药物 即糖尿病 心脏衰竭 肝脏问题 心血管等疾病 以及重大手术前后 并在治疗癌症 与化疗 以及长期用药等情形下 都需在医师的评估后摄取 此外 也并不建议让孩童服用 并且最好在早上 或下午前摄取 因为辅煤Q10 可能具有提神的作用 容易导致失眠 因此 需避免于睡前时服用 并在罹患特殊疾病时 购买辅煤Q10 或其他保健食品前 也先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以及营养师 辅煤Q10的副作用 辅煤Q10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恶心 与呕吐 腹痛 皮疹 头痛 腹泻 头晕 疲劳 易怒 躁动 眩晕 烦躁 焦躁 失眠 光敏感 胃灼热 食欲不振 皮肤搔痒 胃部不适 腹部不适 消化不良 与上腹部疼痛 以及过敏性皮疹等 此外 辅煤Q10的使用 也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一般成年人 对腹煤Q10 有良好的耐受性 副作用也较为罕见 然而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与体质上的不同 因此 对营养补充剂的反应 也会有所差异 当过量摄取任何一种营养素时 都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以及副作用的产生 并且可能 会与其他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 在使用腹煤Q10之前 最好经由医师评估 并避免摄取过量 腹煤Q10的摄取 一 蔬菜 含有腹煤Q10的蔬菜有 菠菜 大蒜 油菜 洋葱 花椰菜 青花菜 胡萝卜 与洋香菜 以及大白菜等 二 水果 含有腹煤Q10的水果有 橘子 草莓 酪梨 苹果 香蕉 鱼柳橙 以及奇异果等 三 豆类 与豆制品 含有腹煤Q10的豆类 与豆制品有 扁豆 黄豆 青豆 豆腐 与豆奶 以及豆浆等 四 油脂类 含有腹煤Q10的油脂类有 奶油 大豆油 橄榄油 芥花油 花生油 椰子油 与菜籽油 以及玉米胚芽油等 五 动物类 含有腹煤Q10的动物类有 牛肉 牛心 牛肝 猪肉 猪心 猪肝 鸡肉 鸡心 鸡肝 鱼家禽 以及鲜鹿肉等 六 海鲜类 含有腹煤Q10的海鲜类有 虾子 青鱼 鲑鱼 鱼 鱼 牡蠣 飞鱼 鲑鱼 鱒鱼 沙丁鱼 金鱼鱼 与秋刀鱼 以及彩虹 钻鱼 鱼 鱼 奶蛋类 含有腹煤Q10的奶蛋类有 鸡蛋 与牛奶 以及羊奶等 八 五股坚果类 含有腹煤Q10的五股坚果类有 花生 胡桃 腰果 坚果 黄豆 核桃 开心果 与芝麻籽 以及玉米胚芽等 腹煤Q10 是抗氧化剂的一种 对于身体健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临床研究中指出 腹煤Q10 有较高的安全性 并存在于动物与植物之中 且被认定为 非维生素营养素 表示能够在体内自然产生 也可在食物中摄取到 是维持日常健康 重要的腹酵素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体内合成的效率 也会降低 在一般的情形下 约30岁左右 再开始适量补充即可 腹煤Q10 具有调整体质 与维持健康的效果 并在肉类 坚果类 与蔬菜 种子 以及脂肪丰富的冷水鱼等食物 都含有腹煤Q10 但会因为加工 与烹调 以及加热过程之中的 氧化作用而被破坏 并且食物中含有的腹煤Q10 可能会因为分子较大 并且不溶于水 使得小肠吸收较为缓慢 造成肠道能够吸收到的量 也会非常有限 因此平均每日 能够在饮食中 摄取到的腹煤Q10 仅有3到6毫克左右而已 食物的油脂 与动物内脏 以及坚果种子类等食物 含有的腹煤Q10量 会比较丰富 而在蔬菜 水果 海鲜 鱼乳制品 以及全骨杂粮类中 含有的量相对之下会较少 当食用多脂鱼时 不只能提升体内 腹煤Q10的浓度 也含有能够维持心脏健康的 Omega-3脂肪酸 除了海洋性蛋白质以外 牛肉 与肌肉中 也含有腹煤Q10 但以相同的分量而言 牛肉含有的腹煤Q10 会是禽肉的两倍 在食用各种坚果 鱼种子时 也能够摄取到腹煤Q10 但其含量 会比多脂鱼 以及牛肉来的少 若只从动物内脏类 摄取足够的腹煤Q10时 会容易造成胆固醇 与饱和脂肪酸 过量摄取的情形 导致心血管的负担 因此使用补充剂摄取 会是较为安全的方式 并且 腹煤Q10补充剂 经过证实 相较于其他形式下 软胶囊的吸收效率会较高 因此 一般市售的补充品 大多以胶囊为主 腹煤Q10补充剂 一般可分为两种 一 天然发酵萃取 天然发酵萃取 是目前自然的制造方式 使用为生物或特定酵母 在发酵复制分离后取得 和人体自然产生的 有相同的结构 能与人体相容 安全性也较佳 但制作时的成本较高 二 烟液化学合成 烟液化学合成 是使用烟液含有的茄泥醇 作为原料 并经过化学合成 在大量制作时 能够降低成本 此方式制作 除了含有反式易购物以外 还有许多顺式易购物 以及Q9 并且和人体相容 与安全性 常被质疑 在一项研究中指出 无论从食物 或从保健食品摄取 吸收率的差别性并不大 因为辅煤Q10 是属于脂溶性的 所以在空腹食用时 吸收会较为缓慢 并且有限 当于含有油脂的食物 一同摄取时 肠道的吸收效果 能够提高三倍 因此在餐后摄取 会比空腹下 更有利于吸收 所以经由保健食品摄取时 建议于早餐后 或午餐饭后 30分钟 食用会较佳 并且辅煤Q10 具有提振精神的效果 因此并不建议在晚上 或睡前摄取 避免影响睡眠 每个人对辅煤Q10 需求的量并不相同 所以目前并无最理想的剂量 因此在摄取前 建议先请咨询医师 避免摄取后 会对身体健康有所影响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